女人刚想出门买两条内裤 突然发现晴空万里的天空多了一片乌云 随后就下下了黑色的雨 她好奇地伸出手去接 殊不知雨中夹杂着一种致命病毒 女人回到屋里意识到不对劲 短短几秒钟手臂就被严重腐蚀 然后七秒抽搐 十三秒彻底变异成丧尸 瘫痪的父亲想逃跑 但瘫痪的身体却不允许 很快 所有被雨水淋湿的人都开始变异 并迅速在城市蔓延开来 随着丧失病毒的爆发 美国国防最高指挥官嗓标 立即派出军队前往压制 他们连夜将整个城市进行封锁 然后将镇上的感染者全部清除 但病毒的传播速度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士兵们只能乘坐直升机先撤回基地 为了控制病毒继续蔓延 国防高官决定用核弹将城市全部找回 彻底清除所有感染者和实验室的残留 为此 军方秘密组建了一支四人赶死队 他们都是穷凶极恶的死刑犯 只要完成了这次的任务 他们不仅可以消除所有犯罪记录 而且每个人都会得到三百万高额报酬 面对如此有吸引力的条件 他们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 第二天一早几人就运送着微型核弹 前往市中心的研究基地 一路上几人还有说有效 天真的认为这只是一项普通的任务 而他们不知道接下来要面对的丧失有多可怕 经过两个小时的旅程 他们很快就来到了墓地里 但下车后却发现这里异常的安静 没有看到一个丧失的身影 强尼在死去的工作人员手中拿到了门禁卡 成功的打开了实验室的大门 当他们进入实验基地时 这里依然没有发现丧失的身影 但为了谨慎起见 队长让狙击手捷克区占据至高点 随时观察附近的情况 队长和波娃负责在附近巡逻 强尼则开始安装炸弹 可当他打开盒子时 发现炸弹立即启动了倒计时 更糟糕的是有两条线连接的发动机 这说明只要汽车一起动 炸弹就会马上爆炸 强尼剑子赶紧将事情的严重性告诉队长 现在离爆炸还剩50分钟 如果没有车 他们就不能在爆炸前离开小镇 队长意识到被长官欺骗了 显然丧彪没打算让他们活着离开 此时他们的一举一动 都在长官的监视下 因为他不想让病毒泄露的消息传播出去 只能让感染区的人永远消失 与此同时 狙击手捷克发现一大群丧尸正在向他们接近 他迅速向队长汇报情况 收到消息几人赶紧撤离 为了给大家争取时间撤离 捷克直接开枪火力压制 作为一名专业的狙击手 每一枪都精准击中丧尸的要害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一具丧尸已经来到了他身后 而下面三个人也分开躲避丧尸的追击 他们都有自己擅长的作战方式 队长是一个全能的六边形战士 打丧尸的方法简单粗暴干净利用 波瓦使得一手好刀 打丧尸就像跟切豆腐一样 强力士名爆火专家 可以在逃跑的同时快速安装炸弹 不知情的丧尸冲过来 当场被刹成渣刀 就这样 几十具丧尸被他们轻轻松松解决掉 可当几人聚在一起 以为一切顺利的时候 突然看到杰克亮亮呛呛地走过来 他知道感染了病毒意味着什么 于是主动要求强尼送自己最后一程 强尼上去拥抱着曾经并肩作战的兄弟 虽然心有不甘 但也只能无情地做出违背祖中的决定 强尼足足伤限了十秒 几人又开始行动起来 在炸弹爆炸之前 他们必须找到车离开这里 幸运的是没走多远就发现了一辆老爷车 几人赶紧坐上老爷车出发 但在路上又遇到了葬尸群挡路 他们也毫不犹豫下车就是火力全开 消灭所有丧尸后 几个人又踏上了逃亡之旅 但他们的弹要即将耗尽 于是他们经过一个警察局时停了下来 因为丧尸太多 他们必须确保有足够的子弹杀出去 可就在队长寻找补给时 发现牢房里还有个幸存者 队长来不及多想果断把他救出来 强尼这边也找到了武器 但当他们准备离开时 发现门口已经被丧尸包围了 就在他们考虑如何逃出去的时候 丧彪通过警察局的监控发现了女孩 他立即下令让士兵去把女孩抓回来 因为这个女孩并不简单 随后强尼几人也来到屋顶 他们必须把门口的丧尸清理掉 才能驾撤离开 在此期间 队长和女孩聊天中 得知了他的身份 原来女孩叫丽莎 她父亲是实验室里的博士 她一直为军方开发一种 可以增强士兵的战斗力药物 但在开发过程中 她发现这种药物不仅能使任何生物产生变异 而且具有高度传染性 如果一旦传播出去后果将不堪设想 博士试图终止这些实验 但长官并没打算停下来 还让士兵将囚犯绑在实验台上 进行人体实验 将病毒注射到囚犯体内后 男人开始不停的抽搐 挣扎了一患男人彻底变成试险的丧尸 看着男人的便衣 博士意识到迟早会出事 于是他打电话将制作疫苗的配方告诉了女儿 他知道这是唯一的出路 随后博士就选择引爆燃气和实验室一起炸毁 但他没想到这一举动会让病毒也扩散了出去 听到这里队长终于明白了 长官要炸毁小镇的真正目的 这时强烈把门口的丧尸清理到 于是他们赶紧离开了这里 但没走多远汽车的邮箱就间谍了 他们只能下来推车 幸运的是 他们很快找到了附近的加油站 但他们把车推到加油机旁边准备加油室 发现后面跟来大量的丧尸 这是一辆面包车向他们驶来 原来是附近的村民过来帮助他们 但面对身后成群的丧尸 竟然还没来得及介绍 就匆匆跑进了一旁的仓库 经过一番交谈 村民得知他们在小镇上投放了炸弹 愤怒不已 而且离爆炸不到半个小时了 早知道刚才就不救你们这些狗典 但事已至此 目前最重要的是想办法快速离开这里 就在几人讨论对策的时候 一具丧尸突然从身后袭击了阿伟的妻子 尽管波娃成功解决了丧尸 但女人已经被丧尸咬伤了 她知道被丧尸咬伤的后果 女人直接抢走了波娃的手枪 然后毫不犹豫地吞枪自杀了 阿伟当场抱着刚结婚的妻子痛哭起来 强妮看着眼前的悲剧 她决定作为幼儿吸引丧尸的注意 让队长带大家先上车 虽然很冒险 但这是唯一的摆法 说干就干 强妮来到外面对丧尸大喊大叫 成功地吸引了丧尸群的注意 其他人也趁机赶紧向面包车跑去 最终他们成功地登上了面包车 但强妮却被丧尸缠住了 为了给大家争取逃跑的时间 她干脆点燃打火机扔向泄露的游情 就这样 强妮成功地领了合法 很快 一群人来到了指定的接应点 当他们焦急地寻找接应的直升机时 突然听到一旁的机舱船来尖叫声 他们赶紧跑进机舱查看 一进门就看到了 丧彪带着队长的女孩出现在这里 她想用队长的女儿换回博士的女儿 因为博士把疫苗的配方给了立伤 就在队长犹豫不决的时候 博士的女儿却主动走了过去 丧彪也坚守承诺 把女孩交给了队长 交换结束准备撤离的时候 第一个注射病毒的囚犯突然出现 士兵们见状感觉火力压制 但子弹打在他身上毫无效果 然后举起士兵指示轻轻一扭叫梅了 没来得及逃跑的丧彪 也被丧尸捉住 哭泣一下捏爆他的头领了合法 随后丧尸又追了出来 队长还想和他碰一下 无奈丧尸的战斗力爆表 队长被他单方面捂扬 就在他要领合法的时候 波瓦突然从后面出现捅了他菊花 此外 阿伟从飞机上找到了一个火箭桶 一切准备好后 阿伟是一两人离开 然后毫不犹豫的向丧尸扣动了扳机 丧尸直接被原地火化 故事的最后 他们成功的找到一辆可以飞行的飞机 阿伟的录像机已经录下了病毒扩散的证据 军方犯下的一切罪行 也会公之于众 最后他们在炸弹爆炸前 成功逃离了小镇